一阵中 一对86岁的老夫妻拥抱着去世了 哪怕周围全是断壁残垣 他们的爱就在废墟里闪闪发光 既然夫妻俩到死都不愿分开 他们怎么忍心拆散 最后 救援队合力抬起夫妻俩的床 让他们直到下葬都始终意味着对方 你肯定想象不到 这支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救援小队 里面其实都是一群罪犯 其中领头的 是这个叫郑立棍的死刑犯 她本来刚要被处死 却突然遭遇地震 押送她的警察不幸去世 郑立棍死里逃生重获自由 她想逃回家 寻找怀孕的妻子 可一旦逃走 就会变成逃犯 罪佳一当 命运把她抛入了一个分叉点 一边是惦念妻子安危的本能 一边又是遵循规则的道德 她该如何选择 这时 一个落魄的小女孩来求救 她也是地震的受害人 爸爸失踪 妈妈被埋 若晓得她找不到一个可以求助的人 老警察也十分为难 我没有人呐 这么些个犯人 谁来砍呐 郑立棍看到了机会 一开始 郑立棍是为了争取 减刑和荣誉加入的救援队 我要是死人 她老婆孩子 都成烈士家属了呗 但在参与救援的过程中 她看见了无数被灾难摧毁的家庭 还有无数在灾难中 负重前行的同胞 她看见一个父亲 背着女儿走过 本想帮他们捡一下玩具 却发现怀里的女儿 早已没了呼吸 父亲也面如死慰 仿佛她也死在了 女儿离开的这一天 没人知道 他们的后半生 要怎么在思念和悲伤中度过 这样的家长 还有很多 救援队救出了一个老人 却发现老人下面 还有她的女儿 再下面 居然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两代妈妈的舍命保护 只为救下他们最真实的宝贝 生活里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一个个舍生忘死的普通人 他们用生命为筹码 在死神的刀口下救人 有人是为了自己的亲人 有人却只是为了善意和爱 这个叫白素鹅的女医生 为了救活一个素顾相识的病人 不信亲口旺的吸尿 恶心的反应是胜利本能 但强人恶心不愿放开的手 却是医者人心的最好诠释 幸好 人与人之间的爱 是可以相互传递的 灾难无情 人却有情 人虽渺小亦有大爱 地震和死亡让众生平等 可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为了 心中的善意和爱 赤手空拳地和灾难搏斗 为更多同胞 争取活下来的机会 在看见了不同的人 做出如此相似的选择后 郑利棍的心渐渐被打动了 他也在死心和道德之间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出入平安 特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小人物 在巨大灾难和生死关头 做出的抉择 借由郑利棍的视角 展现出了地震后的众生相 电影并没有流于俗套的煽情 消费苦难 偏取眼泪 而是聚焦一个个 普通但有鲜活的人 希望通过他们的举动和选择 让观众看见 刘唐在中国人血液里的 善良和勇气 他们身份不一 有犯人和警察 医生和病人 也有最简单的 丈夫 妻子 父母 儿女 普通的就像我们身边的 任何一个人 但每一个人 都在天灾面前展现出了 不平凡的坚韧和勇敢 都值得我们宁记 导演刘江江 非常擅长塑造这些小人物 挖掘平凡生活中 不平凡的闪光点 前年他导演的人生大事 成为了暑假党的一匹黑马 收获了极佳的口碑和票房 今年他又带着出入平安 登上国庆党的大荧幕 如果说人生大事 是如何教普通人面对死亡 那出入平安 就是看人如何在死亡中求生 从出生若死到处死若生 不变的都是导演 对普通人的关怀 和对生死的探讨 出入平安 是每个中国人最朴素的心愿 却在灾难面前 成了最奢侈的渴望 希望看过电影后 大家都能记住这些平凡英雄 也愿每个人都能出入平安